2月14日晚,一条新闻震惊了整个中国足坛 中国足协主席陈虚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委审查调查 自此,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中国足协已有三位高官落马 而陈虚源,也是继谢亚龙男友之后 近20年间,第三位落马的足协主席 公开资料显示,出生于1956年的陈虚源 人生的大部分经历,都在码头上渡过 从最底层的码头工人干起 先后做到办公室秘书、上海港务局团委等职 与足球没什么交集 直到2013年,陈虚源主导了上港集团 收购了上海东亚俱乐部 并改名为上海上港足球俱乐部 从此正式开始了他与职业足球的缘分 2010年代,是中超的金元时代 在各俱乐部疯狂的烧钱运动中 上海上港,是为数不多的,能与联赛霸主广州恒大 一较高下的球队 陈虚源,作为俱乐部的管理者 用了6年时间,投资近70亿元 率领上港,实现了成绩飞跃 连续夺得中超和超级杯冠军 连续4年,打入亚冠淘汰赛 丰富的国企管理经验 以及掌舵上港取得的不足成绩 助推陈虚源,在2019年,全票当选了中国足协主席 然而,他却赶上了中国足球最坏的时代 中国足球,这么些年的许多问题 陈虚源作为主要领导人,自然难辞其咎 于是,原本可以安心退休的国企一把手 在中国足球的红涛骇浪里 最终落得个晚节不保的凄凉下场 别看现在的陈虚源,被千夫所指 但在当年,他却是一个,改革派的面目出现的 大家可能认为 选一个非体育管理部门出身的足协主席 似乎更有助于解决中国足球的完吉 但是这样的想法,恐怕就有点一厢情愿了 在足协里面,一直有本土派和空降派之争 本土派,大都是体育系统的人 有点是相对熟悉足球 但缺点是,受力以瓜葛太深 容易自身腐败,结党营私 而空降派,也有自身的问题 他们有的是,面对中国足球这一项目 时常手足无措 有的则是,对足球体系 缺乏足够的认知和经验 而陈虚源,大概就是后者 陈虚源刚刚上任一年的时候 就在会议上,痛斥中国足球的高薪 中国俱乐部,一线球员的工资 是日本联赛的5.8倍 是韩国的11.67倍 这些数字,触目惊心 这话让不少球迷听来 简直是阵龙发聩 认为总算来了一个,敢于揭露击毙的主席 陈虚源也顺势拉开了,他的改革大幕 第一刀,就砍向了金元足球 在当时,中国足球,与地产商捆绑颇深 在最高峰时期,16支中超球队,几乎全部涉及房地产 特别是恒大集团,接手广州足球后 第一年完成冲超,第二年,就获得了中超冠军 后来更是两次夺得亚冠 成绩能够如此斐然,恒大的烧钱,是最重要的原因 11年时间,恒大一共投入了132亿 主要就是用在了,请世界级教练,以及知名球员身上 球员的年薪,更是天价 当然,恒大也获得了巨大的广告效益 以及地方政府的青睐 但是,金元足球,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比如,让球员的身价,虚高不下 使得中超球队,在他们身上的投入,就得花去大部分的预算 日积月累苦不堪言 中小俱乐部,烧钱烧不过大俱乐部 结果就是退出或解散 还有就是,在金元足球之下 很多球员盲目败金,嚣张炫富,引发民众反感 所以陈虚员下令,可以继续投资 但不允许企业冠名 这其实就是,变相的劝退企业 企业一看,官方下了逐客令 自己也无力可图,于是纷纷撤资走人 金元足球,确实必病极多 陈虚员改革的出发点 也许是好的 但问题是,在中国足球 还没有建立起健康的盈利模式下 就直接把奶给掐断 那俱乐部,还怎么活 所以,此后的各级联赛 陆续传出俱乐部解散的声音 而陈虚员的第二刀,则砍向了中超 陈虚员曾怒批中超 八冠王广州恒大 拿了这么多冠军,又有什么用 即便恒大时连贯 中国足球也上不去 陈虚员会这样说 其实可以理解,面子都让恒大拿了 但自己呢?如果国家足球队拿不到成绩 自己这个足球队,怎么向全国人交代 前国足教练李铁,也认为中超联赛不好 因为,国脚们都在各个俱乐部踢球 他觉得联赛延误了,国脚到国家队报到的时间 影响到了,国家队的集训与备战 所以在2021年,世界杯预选赛之前 陈虚员直接下令,暂停中超联赛 为的就是,给世界杯预选赛让路 结果导致俱乐部们,怨声载道 毕竟,职业联赛,哪能说停就停 比赛一停,俱乐部还怎么活 所以大家心灰意冷 撤资的撤资,解散的解散 第三刀砍向的,是外援 在金元足球时代 中国足球进步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外援引进策略 李皮就认为,中国球员目前实力偏弱 必须大力引进外援 没有一锤定音的球员 任何战术,都苍白无力 而李皮的建议,获得了时任足协主席 蔡振华的支持 他认为,外援策略,可以刺激国内足球市场 让更多的人,热爱足球 参与足球,提高中国足球整体素质 外援引进,当然也有很多问题 但就像一副药,有药性,也有毒性一样 只要用得好,就能提供短暂的助力 这方面,也是有成功先例的 比如曾经的日本男足,和现在的越南男足 都是靠着外援政策,实现短期崛起的 而陈旭元,则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外国球员的规定 再加上献心令 导致外籍球员,纷纷与国内俱乐部解约离去 规划战略,也功亏一篑 可以看到,陈旭元改革的初衷,似乎都是好的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越改越糟 那么,陈旭元的被抓,会给中国足球 带来一个新的未来吗?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中国足球的现状,并不是靠换个足协主席 就能改变的 足球和其他运动项目不同 它不仅是一个体育运动 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商业项目 需要的是,从上游到下游成体系的加强 在足球最为强大的欧洲 足球这个体育项目,已经被他们玩出了花 不仅能拿门票钱 电视直播转播费 球衣销售等费用 还有企业的赞助费 比赛进行时 球员胸前后背的广告 以及球员转会的收益 肖像权收益等等 每一项收益,都不是小数目 这些赚来的钱,会源源不断地投向轻讯体制 吸引和培养更多顶尖足球人才 然后制造更加精彩的赛事 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足球 为足球花钱,从而赚更多的钱 实现正向激励循环 这才是欧洲足球成功的秘诀 但中国呢,面临的是 没钱没人没耐心的局面 首先是没钱 中国足球,一开始靠的是财政拨款 市场化改革以来 主要是靠企业赞助 结果拉来了一批房企老板 中超联赛成了房地产联赛 而且,这样搞的最大问题是 房企们根本没想着 让中国足球学会赚钱 只是想通过足球 让自己从其他产业上获利 至于足球产业 能不能自己赚钱 根本不再考虑范围 以恒大俱乐部为例 2019年,公司总成本费用 28.92亿元 但收入,仅3.19亿元 这生意,还如何做得下去 这种房地产主导的资本投入模式 虽然看似能够出成绩 但对整个足球产业来说 却并非好事 足球产业需要的 并不只是有人出钱 还需要建立配套的清训 选拔,营销,公关体系等等 这才是足球产业化的根基 否则,一旦金主断了投资 建立在泡沫上的成绩 就会瞬间从云端跌落 现实也是如此 随着房地产进入寒冬 防起接二连三的爆雷 没有真正建立起盈利模式的 中国足球 也被瞬间打回原形 其次是没人 我们经常会听到 有人这样调侃 十几亿的人口 挑不出十几个踢球的 其实这话并不完全对 十几亿人口虽然巨大 但绝大部分中国人 根本不踢球 所以,对中国足球来说 这些人口不能直接划等号 我们也都知道 中国孩子几乎只有一条出路 那就是考大学 如果选择上足球学校 签约俱乐部的概率 有多大呢? 目前,中国各地 在足球学校踢球的孩子 把各省市体校的统统算上 不过八万人 而真正在联赛的职业球员 有多少呢? 目前,只有900人左右 也就是说 学踢足球的孩子 近99%都要面临淘汰 更何况 就算成为职业运动员 最后成为大牌球星的概率 仍然极低 到了一定岁数退役后 除了踢球什么都不会 如何生存下去 成功率这么低 又有几个家庭 愿意让孩子去踢球呢? 相比来说 考取一个好的大学 找到一个轻松稳定的工作 远远比踢足球的风险 要低得多 而且,中国的家长 绝大部分都是围成绩论 一个孩子 球踢得再好 只要学习成绩不好 就不是好孩子 足球同样 要是在国际比赛上 赢不了球 在国内成绩再好也没用 这里还牵扯到一个问题 从官方到民间 很多人 其实根本不关心中国足球 他们关注的是 足球要为国增光 提高国民自豪感 这就导致 他们只关注国际上的出赢 其他一概不管 所以 假设一个 真正有远见的足协主席 老老实实抓亲训 加强联赛建设 加强足球文化建设 增强足球自主盈利能力 一切稳步推进 但只要国家队拿不到成绩 这位足协主席 还是会被万人唾骂 狼狈下台 事实上 足球基础 就像土壤一样 没有土壤 怎么会有成绩发芽呢 但问题是 在当前的中国环境下 恐怕还没等种子发芽 土已经被掀翻 所以 这些问题不解决 哪怕抓100个足协主席 一样也没用 也许 只有彻底破除 当前体制 陈柱契从基础做起 先解决生存的问题 然后把收入 用来吸收更多的从业人员 完善上下游产业链 进而带动 整个足球生态的改善 实现正向循环 也许只有这样 中国足球才可能有一线生计 中文字幕传选 明镜子